第111章 达成一致 多谢伯兄好意了 我还是先去试试看 如果不行的话 再想其他的办法 叶末歉意地对伯荣抱拳说道 见叶末竟然不想一起去 伯荣心里一急 他之所以找到叶末 就是看中了叶末眉根眉底 对这里也没什么熟悉的人 说白了 就是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他伯荣根本就不用负什么责任 因为他知道 这次去那个地方 还是比较危险的 万一需要垫背的 叶末是最好的人选 最主要的是 叶末各方面都符合他的要求 不但对墨海诚不熟悉 而且也是金丹九层后期的修为 可以说 叶末对他来说 太符合要求了 当伯荣发现 叶末是真心要走 他只好再次说道 叶兄 我也不瞒你了 我也精通一些阵法 那隐秘阵法 含有防御功能 已经达到了五级阵法的水平 而且我还知道 那个隐秘阵法 是谁布置的 那是150年前的 一名虚神炼器宗师布置的 他叫于白生 什么 你说那个隐秘阵法 是于白生布置的 就是一百多年前 享誉南安城的三品炼器宗师 于白生 陈玉根却惊讶地说出声来 正义刀也脸露金色 显然也知道 于白生此人 叶末看了这三人的表情 就知道 这于白生 应该不是寻常之人 对于炼器一道 叶末虽然只能炼制普通的法器 但是他也知道 炼器师的地位 在修真界不比炼丹师低 一般只能炼制法器的 都称为炼器师 能炼制灵器的 就是炼器大师 如果可以炼制出真器 那就是炼器宗师了 至于仙器 一般在修真界是炼制不出来的 就是同为炼器师 炼器大师 或者是炼器宗师 它们之间也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远古修真时代 都直接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 但是到了后来 炼器师就按照炼丹师一样 进行划分了 彻底地摒弃了上中下的三个等级 采用和炼丹师一样的九品划分 就是说 同为炼器师 一品炼器师 只能炼制下品法器 而九品炼器师 却可以炼制几品法器 这相差不是一点大的 那个于白生 是一个三品的炼器宗师 也就是说 他可以炼制下品盗器了 甚至在炼制下品盗器的 炼器宗师当中 也是佼佼者 可以说是相当的了不起了 相对来说 炼器师比炼丹师更加稀少 所以炼器同样是一个暴力行业 于白生前辈 不是听说失踪了150年了吗 他在南岸城的殿阁 现在都不在了 你怎么认出来 那个隐匿阵法 是于白生前辈的 正义刀开口问道 但是他的眼里 已经露出了兴奋的目光 显然于白生留下来的遗迹 那是非同小可 就算是一个普通虚神修士的遗迹 对金丹修士 来说都是一笔恐怖的财产了 更何况于白生这种 想遇整个南岸的虚神炼器宗师 博容严肃地点了点头说道 没错 于白生前辈精彩艳艳 不但是一个三品炼器宗师 而且还是一个五级阵法大师 我研究过于白生前辈的阵法 我肯定 那个阵法是他布置的 150年前 听说于白生前辈 在一次拍卖会上 拍到一块黄星石 当时想要那块黄星石的人不少 最后于白生前辈出买卖刑的时候 还遭到了伏击 也就是那次后 于白生前辈 就从修真界消失不见了 我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 才发现 那个隐匿阵法 是于白生前辈的 至于里面 是不是还有于前辈的东西 我现在还不知道 既然是于白生前辈的遗迹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们 郑义刀有些不大满意地说道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眉头紧皱 远远看去 实在是像一个怨妇 博容叹了口气说道 我并没有想瞒着你们 在去之前 我肯定会说出来的 我和你们都是朋友 而且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我怎么可能骗你们 那个五级防御阵法 一两个人 根本就没有办法破开 而且我怀疑那个阵法 强行破开 会破坏里面的东西 所以 我想了个办法 需要四名金丹后期的修士 同时出手 顿了一下 他又看了一眼 叶末说道 如果不是那个 阵法年份太久了 有些松动 就算是我也没有办法发现 而那个防御阵 也不是我们四名金丹修士 可以破开的 叶末完全没有听到 博容后面的话 他耳边只有三个字 黄星石 当他开始听到 黄星石的时候 心跳就没有办法遏制 他练气水平不高 充其量 也只是一个七品练气师而已 处于最低的一个档次 运气好的话 也只能炼制出来一个 极品法器而已 大多时候 他只能炼制上品法器 但是他炼气水平不高 不代表他没有见识 黄星石是九级炼气材料 可以炼制出来极品倒气 仅次于他之前 得到的十级九语金棚的维羽 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 黄星石最适合炼制的 就是飞行法宝 他有了九语金棚的维羽 如果再得到黄星石 那岂不是说 他只要找到一个 顶级的炼气宗师 他就有可能得到一个 极品的飞行倒气 甚至室伟飞行先前 如果这样的话 他岂不是可以随意地去北望州 他的今夜世界只有 修为道化真才可以带人 但是极品倒气不会啊 就算他是 只是一个炼气修士 同样也可以用极品倒气带人 极品倒气的珍贵程度 叶末当然知道 那在九星门派 都是正派之宝 更何况 在极品倒气中 更为珍贵的飞行倒气 如果说 一件极品飞行倒气 和一件伪仙气 让人选择的话 叶末相信 大多数人的选择 都会和他一样 只会要极品飞行倒气 伯荣回答完 陈玉根和正洋刀的话 见叶末表情有些古怪 却不说话 他立即转过头来 看着叶末说道 叶兄 如果你愿意一起去的话 于白生前辈的遗迹 我愿意分给你两成 说完 伯荣又看了看陈玉根 正一刀两人说道 因为遗迹是我发现的 所以我要三成 你们三人一人两成 还有一成 谁出力多 就给谁 你们有没有意见 叶末忽然开口说道 我只要一成 但是黄星石要归我 叶末的话 让其余三人都沉默下来 不过很快博荣就回答道 我同意 不过如果没有黄星石 你依然还是分一成 你们两人呢 我也同意 陈玉根立即回答道 正一刀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显然也表示同意 叶末知道三人的心思 黄星石当然珍贵 甚至比其中两成的财宝都珍贵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放在前面 第一黄星石 到底在不在 没有人知道 于白生就是炼器宗师 如果他已经将黄星石炼器了 那叶末等于白白送出去一成东西 一个虚神修饰的一成东西 显然非同小可 更何况 还是一个炼器宗师的一成东西 第二 黄星石在他们手里 只会惹祸 没有任何作用 当年于白生之所以被追杀 就是因为他得到了黄星石 黄星石是顶级炼器材料不错 可是他们谁有面子 能找炼器宗师炼器的 就算是有面子 又有谁敢去找 难道活腻了不成 黄星石被一个炼器宗师发现了 哪里还有自己的份 再说了 如果得到了黄星石不去炼器 那等于废物一个 修士修炼到了金丹九层 有几个傻瓜 有几个不会算计的 所以 与其追求那虚无缥缈的黄星石 还不如来点实际的 只有早日禁忌原因才是道理 四人总算是达成了一致的目的 就是由薄荣带路 去寻找于白生留下来的遗迹 而且连分程度已经分好了 叶末一成 但是有黄星石必须归他 薄荣三成 其余两人每人两成 多余下来的两成 根据个人的出力多少来分 至于帮助叶末 猎取九族海蛇腰单的事情 叶末没有提 薄荣也假装忘记了 其余两人 更是不会关心这点事情 叶末却心里多了一些警惕 虽然他是因为黄星石动心的 可是他和薄荣第一次见面 就带他发这种大财 他感觉有些不踏实 更何况 薄荣和其余两人 看起来都是熟悉的 如果这样说起来 四人分成了两伙 他只有一个人一伙 显然处于劣势 不过 叶末对这些毫不在意 就算是对方三人联合起来因他 他也丝毫不拒 但保持警惕还是需要的 他不算计别人 也不能被别人算计 事情谈好了 薄荣三人都不想耽搁时间 叶末更是不想耽搁时间 四人一拍即合 都同意即刻出发 当叶末寄出飞云船的时候 虽然引起了薄荣三人的惊讶 可并没有太过奇怪 叶末发现 他们三人的飞行法宝 都是中品飞行灵器 而且薄荣的飞车质量 似乎不在他的飞云船之下 叶末就知道 南安州的修饰 果然比北望州要富裕的太多了 薄荣三人在漠海城充其量 也只是一般的水平而已 连他们都有中品飞行灵器 那些出身很好的修饰飞行灵器 肯定更好了 第1012章 真真假假 叶兄这个上品灵器飞船 至少要20万上品灵石吧 看起来确实漂亮 陈玉庚看见叶末的飞云船 笑呵呵地问了一句 20万上品灵石 叶末有些惊讶地看了看陈玉庚 心说 20万灵石让你摸一下 自己用一颗灵精 加上一株凝翠藤 才换到这个飞云船 加起来100万灵石也有了吧 这家伙 还真会贬低自己的东西 虽然叶末也知道 自己的这个飞行灵器 买得有些贵了 可是也不会只值20万上品灵石吧 当初交换会上 有一名修士 拿出一件下品飞行灵器 都没有换 可是更让叶末郁闷的是 博荣看了看叶末的飞云船 却点了点头说道 叶兄的这个飞云船 应该有20万灵石 不过这飞云船 被人加了一个简单的防御阵法 有些两不像了 叶末有些无语地点了点头说道 两位说得不错 我的这个飞云船 确实是20万灵石买来的 不知道博兄的飞车 用了多少灵石 博荣见叶末问到他的飞车 立即开心地说道 这飞车本来只12万上品灵石 可是因为我运气 最后只用了10万灵石就弄来了 听了两人的话后 陈玉跟叹了口气说道 练气时还是赚钱啊 随便一件灵器 就是10万灵石 我们却要拼死拼活出去赚取 玉白生前辈的一技 我能得到50万灵石 我就可以着手 准备宁英了 要是能得到一件下品倒气 那就太幸运了 叶末虽然有疑惑 但是却没有继续询问 他已经知道 这里的上品灵器 似乎比北望州便宜很多 而且赚取灵石 似乎也和北望州差不多 唯一的优点 这里的灵器 比北望州要浓郁太多了 难怪他们 看见自己的上品灵器 只是稍微有些惊讶而已了 自己原先看见他们 都是中品以上的飞行灵器 还以为 他们都是有钱的主呢 好像情况并不是这样 但是博荣几人 似乎是金丹修饰当中 混得并不好的 他们能拿出这些东西 事实上 比起北望州的修饰 还是要好了很多 说心里话 50万灵石 叶末还真的没有放在眼里 他戒指里面 加上小世界的灵石 就有将近一个亿 叶末也知道 他打劫的那两个人 应该都是仓库的管家 这才发了这么大的一笔 普通的虚神修饰 或者是原因修饰 应该没有那么富有 不过于白生 是一个炼器宗师 他是普通人吗 博荣说的那个深海 还真的不是一点点深 四人离开漠海城后 一直飞行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才来到了一处 方圆一千多里的交道之上 这处交道 四处都是奇形怪状的礁石 只能偶尔看见 一两株等级 并不是很高的灵草 而且 这里灵气也不是很充足 一个虚神的炼器宗师会 选择在这里剑斧 叶末虽然疑惑 可并没有出生 他的神石扫出去 在这礁岛上 并没有发现任何隐秘阵法 叶末的神石 本来就比一般的修饰强大 加上他修炼的是神石法诀 此时的神石 已经可以将这个礁岛全部扫到了 虽然并没有发现 博荣说的那个隐秘 或者是防御阵法 但是叶末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只是跟随着博荣 在这种空旷的地方 三明金丹九层修士 他自信 还可以轻易拿下 陈玉根和正一刀 似乎并没有对博荣起疑心 只是紧紧地跟随着博荣 而叶末坠在最后 博荣带着三人 来到交道很普通的一个碎石摊边 停了下来 就是这里吗 陈玉根疑惑地问了一句 博荣点了点头 没错 就在这里 叶末心里奇怪 他是一个五级的阵法大师 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隐秘阵法 这他还是看出来的 博荣却没有在意叶末的奇怪 他拿出一枚阵棋 忽然丢了出去 那阵棋落在碎石摊的一角后 原来平淡无奇的地方 竟然出现了一些灵气波动 是这里 我感觉到阵法的波动了 陈玉根惊喜地叫了一句 叶末大惊 这里明明没有任何阵法 可是那个博荣 拿出一阵棋丢出去后 就有了阵法 这种手段 比起他来更高一筹 天下修士是真的能人背出 果然到处都有值得 自己学习的地方 如果不是博荣这一手 叶末永远都不会知道 还有这种阵法手段 他刚才丢下的那枚阵棋 应该就是隐秘阵法的 激发阵棋了 不对 叶末忽地想到 博荣说他之前精通一些阵法 可博荣显然只是一个阵法师 还不到阵法大师的境界 以一个阵法师的本事 他怎么可能随意地 就能发现自己 都没有办法发现的 五级隐秘阵法 还有激发这个隐秘阵法的阵棋 虽然说人外有人 可是叶末也不是妄自菲薄之辈 他就不相信 这个博荣比他更为厉害 这个阵法自己来 肯定是没有办法发现 博荣怎么就可以发现 原本叶末自信 不会惧怕三人围攻 可是博荣的手段 让他多了一丝小心 他谨慎地问了一句 博兄 我也对阵法略懂一二 可是这个隐秘阵法 原先根本就没有任何痕迹 我相信 就算是一个四级阵法大师来 也不会发现 博兄是怎么发现的 这话显然是对博荣起了疑心了 陈玉根 正一刀两人 虽然不懂阵法 不过叶末问出来这话后 两人也没有说话 显然也想知道 这个隐秘阵法博荣 是怎么发现的 一看眼前的架势 博荣就知道 他不回答 是不可能的了 他稍微沉吟了一下就说道 一年前 我偶然来到了这里 发现了 这里有两人正在打斗 当初打斗的两人 一人是一名女子 金丹八层修为 还有一人 却是金丹九层后期修为 当时我的修为 还没有达到金丹圆满 就在一边潜伏下来 后来 我见那女子落在下风 而且 她似乎有些面熟 就打算出来帮忙 没想到那女子却很刚烈 她在危急的时候 竟然自爆了金丹 和那名男修同归于尽 我还是晚了一步 等我出来检查了两人的遗物后 才知道那女子 就是于白生前辈的女儿 难怪面熟 因为她有几分像于白生前辈 不兄 你能知道这个阵法 是因为于白生前辈的女儿 陈玉根疑惑地问了一句 博荣点了点头 没错 刚才我丢出去的那枚镇棋 就是于白生前辈留下来的 她的隐匿镇法 只有她的镇棋 才可以显露出来 可以说 那镇棋本身就是一件法宝 当初我发现这个隐匿镇法后 却没有办法破镇 我专研镇法 直到一年后 才得出一个四名金丹修士 同时破镇的办法 后面的事情 你们都知道了 叶莫心里冷笑 她虽然年纪不大 可是勾心斗角互掐心机的事情 没有少见 而且她修炼三生诀 思维本身就比一般的人敏捷许多 博荣这话 虽然看似滴水不漏 也解释得通 可是叶莫却听出了其中的问题 博荣说她最近一年专研镇法 才找到办法 这叶莫是不会相信的 就算是她得到了三生诀 在小世界研究了几年镇法 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镇法师而已 同时也没有破去小世界的九星镇法 当然 这还不能作为依据 更让叶莫怀疑的是 当初和于白生女儿打斗的修士 就是博荣 因为她发现了于白生的女儿 寻找于白生的遗迹 想要杀了于白生的女儿 独自占据这个遗迹 可是于白生的女儿 当然不甘心 就自爆了金丹 在别人自爆金丹的情况下 博荣也是身受重伤了 所以她这一年时间 不是在研究镇法 而是在疗伤 当然这是她的猜测 具体情况是不是这样 叶莫也不得而知 不过无论怎么样 就凭博荣刚才的一番话 叶莫就有理由 对她更要小心 难怪最近一年 我都没有得到博兄的消息 原来博兄去研究镇法了 陈玉根点点头说道 显然她了解最近一年 博荣都没有怎么出面 叶莫知道一个三级镇法师 破解一个五级镇法 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博荣的破镇之法 肯定不是她研究一年后得到的 她能找到破解的办法 肯定是早就有的 不是研究了一年才得到的 她之所以说一年 说不定是为她这一年的去处解释 当然这个解释是给了解她的陈玉根 两人说的 而不是为了她夜幕 虽然隐匿镇法已经出来了 可还没有破去 我们只有破去了这个隐匿镇法 才有可能见到防御镇法 博兄 下面需要怎么破解 你直接说吧 正一刀看着眼前已经有些迹象的隐匿镇法 直接说道 并且眼里的热切目光更是明显 博荣点了点头 隐匿镇法我可以破去 等会我攻击的时候 你们跟随着我全力攻击就可以了 相信只要半天的时间 这个隐匿镇法就可以去了 难得是 等会要出现的那个防御镇法 不过我相信 我的办法应该有用 博荣的一番话 让叶末想起来了 当初在那个六角大厅 当时那个罗姓老者 用四项破位阵 吸取其余三人的精血和真元 给破阵之用 如果博荣还是用这种办法的话 叶末准备立即就杀了他 找到了五级镇法 叶末相信 以他的五级镇法大师的水平 要破了这个镇法 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第1013章 合力破阵 博荣开始破阵的时候 叶末才知道 博荣真的没有说谎 他对眼前这个镇法研究的 确实很透彻 或者说他 本身就很精通镇法 那个隐匿镇法 只是半天时间 就在几人合力的攻击下 烟消云散 露出一个完好无缺的防御镇法 如果说在破解这个隐匿镇法之前 叶末还对自己的猜测 有些疑惑的话 现在这个镇法 在半天时间就被破了 叶末已经知道 博荣说的话 肯定有假话在其中 这样一个隐匿镇法 就是对他来说 要破去 也需要一两个时辰 毕竟这种镇法 是他第一次见到 当然如果第二次遇见 类似的布阵手段 叶末估计 他只要半出箱时间 就破了 但是他是五级镇法大师 而博荣充其量 只是一个三级镇法师 一个三级镇法师 对这个五级 隐匿镇法的了解如此深 每次攻击的地方 都是镇门所在 这绝对不是一年半载 就可以做到的 博兄果然对镇法了解透彻 竟然在短短的时间 就破去了五级隐匿镇法 陈某钦佩不已 陈玉根看见 露出来的防御镇法 立即很是钦佩的抱拳 对博荣说道 他对镇法不懂 以为博荣真的是研究了一年后 就找到了这个 镇法的破镇方法 哼哼 如果没有把握 我也不会找几位过来了 博荣一笑说道 眉宇之间依然有些得意 他永远也想不到 他竟然找了一个 五级的镇法大失进来 既然防御镇法已经出来了 我们赶紧破了 这个防御镇法吧 这里虽然偏僻 可以要防止夜长梦多 正义刀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显然他对那个遗迹 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叶末忽然也微微一笑 博兄的镇法 果然非同一般 博兄 不是我多想啊 你和陈兄还有郑兄 都是多年的朋友 我只是单独一个人 听到叶末这句话 博荣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松了口气 叶末明 知道他和陈玉根 正义刀两人熟悉 可他却什么都不问 也似乎没有什么防范就跟来了 这让他心里反而不安 现在叶末问出来了 他反而松了口气 不过博荣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陈玉根就呵呵一笑说道 叶兄多心了 我和博兄认识 也不过才十数年的事情 博兄因为一直在沐海城 我们经常一起组队出去发财 其实郑兄和我们 也是这样认识的 叶兄如果因为这事情 有心结的话 我想大可不必 没错 我第一次遇见博兄 还是博兄刚刚到达 莫海城的时候 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 和陈兄的话一样 叶兄根本就不需要多心 正义刀却正色说道 叶末听了两人的话 心里已经了然 一个才到了莫海城 十几年的修士 就能运气这么逆天 找到于白生的遗迹 而且连于白生布置的 五级阵法也可以窥破 显然不正常 虽然明知道 博荣说的是假话 可有一点 他说的至少是真的 就是这个隐匿阵法 他没有骗自己 难道说 博荣真的愿意和他们 平分这个虚神修士的遗产 这博荣给叶末的感觉 就是 他似乎是专程来到莫海城 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于白生的遗迹一般 但无论如何 他只要能得到黄星石就好了 博荣无论做什么 只要不涉及到他 他也可以不管闲事 博荣之所以找到叶末等三人 其实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朋友很少 都没有什么后台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也不会有人为这三人去调查什么 他也不需要有任何担心 只是博荣想不到 防御阵法还没有开始破 他就被叶末怀疑了 这个防御阵法虽然是五级的 但是要破起来也不是很难 因为这个阵法有四个阵门 我们四人同时攻击一个阵门 一天时间应该可以建功 博荣见叶末三人都没有什么意义 直接开始叙述阵法的破解办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四人同时攻击一个阵门 岂不是更加快 陈玉跟插口说道 博荣摇了摇头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也不需要找你们过来了 这个防御阵法的四个阵门 必须同时攻击 并且四个阵门要同时削弱 否则的话 将会引发其中一个攻击阵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四人一个都跑不掉 陈兄 五级攻击阵法 我是走不掉的 你可以吗 这么厉害 陈玉跟泽舌说道 脸上甚至还有些紧张 显然是有些担心 那个五级攻击阵法 叶末心里倒是点了点头 虽然这个防御阵法 让他一个人就可以破掉 但是博荣的办法 却没有瞎说 这个阵法 是有四个阵门 而且这四个阵门 还必须同时削弱 否则的话 还真的可能引起攻击阵法 被激发出来 如果这个阵法 真的是于白生不止的 那么 此人的阵法水平 显然不比练弃水平弱 隐匿阵法 防御阵法 攻击阵法 形成了连环套 而且要发现 他的隐匿阵法 就必须要用他炼制的阵旗 一般的人 想要进入他的阵法里面发财 那还真的不是一般的难 在博荣的引导下 四人同时攻击 这个防御阵法的四个阵门 半天后 这个防御阵法果然降低了 陈玉根和正义刀 都是一阵阵的欣喜 显然博荣没有吹牛 他真的懂这个防御阵法 又是一轮激励的攻击过后 叶末忽然对博荣说道 博兄 于白生的女儿 叫什么名字 于娘燕 博荣没有在意 下意识地回答道 于娘燕 嗯 叶末重复了一句这个名字后 就不再说话 只是不停地攻击 自己负责的阵门 叶末心里冷笑 这个博荣对于白生的阵法 如此熟悉 果然和于白生的女儿 关系不一般 自己随便 一试就是出来了 博荣一回答出来后 脸色就变了变 不过随即就恢复了正常 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 陈玉根却奇怪地问了一句 博兄 你连于白生女儿的名字都知道 博荣呵呵地干笑了一句 然后面不改色地说道 是啊 当初我得到了她的储物戒指 这才知道她的名字 陈玉根心思比较粗 没有想到其余的 而正义刀却感觉出来了 博荣话有些问题 虽然她不明白 叶末为什么要突然 问于白生的女儿叫什么 可是博荣回答得太利落了 那好像不是偶然 得到一个储物戒指 才知道她名字的 似乎她的名字 在博荣的印象里面 很深一般 否则不会这么快地脱口而出 想到这个 正义刀对博荣也起了一些心思 至少没有刚才那么信任了 叶末知道她的目的已经达到 她至少引起了正义刀的警惕 同时也知道了 博荣的阵法水平 应该也是于白生一脉 博荣回答了陈玉根的话后 脸色却阴沉了一下 她似乎无意地看了一眼叶末 却发现叶末一心攻击阵法 似乎刚才那句话 真的是她无心之中才问出来的 顿时又有些不敢确定起来 四人攻击了将近一天时间后 阵法的轰隆声音 愈发响亮起来 就是不懂阵法的陈玉根和正义刀 都知道这个防御阵法 即将被攻破了 眼看阵法即将要破的时候 叶末知道这个时候 应该停止攻击了 否则这个防御阵法被攻破的同时 会有一个攻击反噬 要让阵法不反噬出来 只有一个手段 就是现在停止攻击 然后四人约好时间 对各自的阵门 同时进行最后全力一击 这样的话 四个阵门同时被攻破 那么这个防御阵法 就不会反噬 否则的话 就算是攻击阵法不被激发 最先打破阵门的人 也会被防御阵法反噬 五级防御阵法反噬 肯定是一个重伤 可是博荣似乎根本就不知道 这件事一般 依然不停地攻击阵法 叶末冷笑 博荣不说 他也没有必要提出来 他也不知道这三人的底细 同时不知道这三人的关系 没有必要去作烂好人 陈玉根又是一斧头 轰在他负责的阵门之上 那阵门轰隆一声 顿时被轰开 破了 陈玉根还没有来得及高兴 就听见博荣大声叫道 陈兄赶紧闪开 之上博荣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看见陈玉根 已经被一股巨大的力量 甩出去多远 同时 博荣和郑义刀也被甩出去多远 叶末当然也不例外 唯一不同的是 叶末是主动飞跃出去的 而博荣三人 是真的被阵法的反噬给轰出去的 叶末知道这个防御阵法破了 但是博荣三人同时受了伤 叶末只要看看气息就知道 博荣和郑义刀是轻伤 而陈玉根却是重伤 陈玉根吞了一颗丹药 立即开始打坐疗伤 郑义刀却盯着博荣问道 博兄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我们四人一起攻击四个阵门 那个攻击阵法不会被激发吗 博荣擦了擦嘴角的血迹说道 攻击阵法并没有被激发 如果被激发了 我们几人就不会是受伤了 而是丢命了 我没有想到 这个防御阵法 还有反噬功能 连累了陈兄 真是对不起了 说完 博荣脸上露出愧色 第1014章 一记物品 正一刀看见博荣也受伤了 再听听博荣说的话 终究没有再说什么 防御阵法被破去后 露出一个洞府的入口 只要看看这入口 几人就知道 这确实是一个修饰遗迹 果然是一个修饰遗迹 正一刀被洞府的入口吸引 就是受伤的陈玉根 也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博荣好像知道他被怀疑了 直接说道 我先进去 你们跟在我的后面 说完也没有征求叶末等人的意见 就先一步跨进了入口 正一刀看见博荣进去 立即也跟了进去 陈玉根也站了起来 他虽然受了重伤 可是面对一个虚神练气宗师的洞府 当然不愿意落在后面 叶末因为博荣对于白生的阵法很熟悉 反而对他的防范是最小心的 所以他还是落到了最后 跟在了陈玉根的后面 四人来到一个不是很大的石室当中 博荣已经最先停了下来 几人都盯着坐在石室当中的一具尸体 那尸体没有了任何生机 但是肉身竟然还在 只是早已死去多时了而已 下品盗器防御护甲 陈玉根惊叫出声 那尸体外面的衣服显然已经腐烂 但是里面的防御护甲 却完好无损地显露出来 分明是一件下品盗器防御护甲无疑 果然是于白生前辈的遗迹 正一刀惊叹一声 刚才对博荣的怀疑已经消散殆尽 我只要这一套 护甲就不枉此行了 陈玉根喃喃地说了一句 下品盗器护甲的价值 在场的人没有谁不清楚的 就算于白生是三品炼气师 下品盗器护甲的珍贵程度 也不是简单而言的 首先一件下品盗器护甲的材料 并不是烂大街的东西 有的时候 就算是五品 甚至七品的炼气宗师 也不一定有可以炼制下品盗器的材料 其次 就算是可以炼制盗器的炼气宗师 也有炼制盗器的材料 但也不一定能百分之百地炼制出来盗器 万一失败 那材料就完全毁掉 而炼气的失败率不会比炼单低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 下品盗器的价值显然可以预料 更何况是一件下品防御盗器 好 陈兄刚才破阵受伤最严重 那这件盗器护甲 就归陈兄所有 你们三人有没有意见 柏蓉忽然开口说道 叶末摇了摇头 他没有什么意见 虽然下品盗器不错 可是一件护甲 被被人穿过的 他不大喜欢 他有些洁癖 更不用说 是从一具尸体上扒下来的 当初他之所以要拍下彩虹羽衣 那是因为彩虹羽衣 根本就是刚刚炼制出来 还没有被人炼化过 正义刀墙忍着那种不舍说道 我也没有意见 陈玉根大喜 他对叶末三人抱了抱拳说道 如此多谢三位了 陈某感激不尽 说完陈玉根快速地上去 将那尸体上的护甲脱了下来 不过他还算是有心 还拿了一套衣服 再次帮那尸体套上 做完这些后 他才从那尸体上 取下储物戒指 将储物戒指交给柏蓉 柏蓉拿到储物戒指后 直接说道 储物戒指里面的神石静置已经消失 我现在将戒指里面的东西 直接拿出来放在地上 大家一起查看 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 叶末不置可否 正一刀摇头说道 我没有意见 陈玉根刚刚得到了柏蓉的好处 显然也没有意见 柏蓉见叶末没有说话 也没有再次征求叶末的意见 只是将储物戒指里面的东西 扳了出来 叶末此时注意到的 却是地上一个倒掉的丹炉 丹炉里面有许多 根本就没有炼化的药材残渣 这些没有炼化的药材残渣 表明当初这具尸体的主人 还在炼丹 叶末心里暗道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于白生的话 那他也太天才了点 不但精通阵法 是一个五级阵法大师 还是一个三品的炼气师 甚至还会炼丹 这简直是比自己还要牛的一个人 比自己学的东西还要复杂 无论是炼丹 炼气 还是阵法 都是需要一生精力 才可以去研究得通的 叶末自己 知道自己的事情 他之所以能精通阵法和炼丹 不是他比别人真的聪明多少 而是他修炼的是逆天功法 三生诀 叶末肯定 于白生修炼的不是三生诀 一个不是修炼三生诀的修士 竟然连续设计数个方面 而且都有不小的成就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啊 地上到的那个丹炉 已经布满了灰尘 不过是一个下品灵气而已 因为有下品盗气在前面 所以这件下品灵气 竟然没有人去关注 此时博荣已经将储物戒指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取出来 摊在了地上 东西不少 但大多是一些炼气材料 还有两件下品盗气 以及三百万左右的上品灵石 灵石虽然不少 但是作为一个三品的炼气宗师来说 不过叶末看见那些炼气材料 就知道这个储物戒指的主人 可能真的是于白生 一个炼气宗师才这点灵石 唯一的解释就是 他的灵石应该都用来购买各种材料了 这才造成自己并没有多少的灵石了 里面没有丹药 估计都被于白生用完了 但是却有大量的镇旗 那些镇旗被薄荣随意地丢在地上 分布在各个地方 显得凌乱 一个五级镇法大师的储物戒指 里面有大量的镇旗 倒也不稀奇 可是 叶末看见那些镇旗随意丢弃的地方 心里就是冷笑了一声 这个博荣还真有心机 他看似将于白生的镇旗 丢得到处都是 但显然位置都很有讲究 正义刀和陈玉根看不出来 可不代表叶末看不出来 他一看就知道 这些镇旗 随时都可以形成一个简单的三级镇法 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三级镇法 不是博荣的布阵水平有多高 而是这些镇旗 都不是普通的三级镇旗 如果这是一个四级镇法的话 叶末现在会想办法 改变几个镇旗的位置 可是三级镇法 他根本就没有兴趣去改变 一个三级镇法 对他来说 和一张纸没有什么区别 只要他愿意 随时都可以破去 这里两件下品倒戏 都是攻击法宝 我和郑兄一人一剑 叶兄可以寻找一下 有没有黄星石 大家看如何 博荣这句话说出来 陈玉根和郑一刀 当然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三人都一个人一剑倒戏了 只有叶末什么都没有得到 还要去看看 有没有黄星石 三人都一起看向叶末 这是进来之前就已经说好的 如果叶末不同意的话 那么三人就要对付一个人了 叶末微微一笑说道 我没有意见 我找找看 有没有黄星石 不过 如果没有黄星石 我随意拿一样东西 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听见叶末这么说 郑一刀和陈玉根都松了口气 这样最好 皆大欢喜 三人都有道气 叶末毕竟是一个不熟悉的人 他有没有道气 和三人没有关系 现在叶末说起这话 郑一刀连忙说道 没有问题 如果你找到了装有黄星石的盒子 里面 无论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都是你的 如果没有 你可以随意地拿一个玉盒 毕竟这里的大头 都被三人拿走了 地上的玉盒 大部分都是装的材料 于白生是一个炼气宗师 好的材料肯定被他用了 其余的一般材料 又有什么 能比得上道气的 所以叶末的提议 三人都表示同意 叶末走到那一堆材料当中 随意地在里面拿出了一个玉盒 他修炼紫眼神魂切割 虽然玉盒 都有屏蔽神石的禁止 可是他神魂刺 早就看见了玉盒里面的东西 确确实实是一颗黄星石 而且 除了那颗黄星石外 玉盒里面 似乎还有一样别的东西 叶末 是强忍着内心的激动 将黄星石拿起 收到自己的储物戒指当中 本来他来这里 只是碰碰运气的 没有想到 真的遇见了黄星石 至于那样 他也没有看出来的东西 叶末认为等会再看不迟 唯一遗憾的是 黄星石太小了 虽然其余几人都说好了 黄星石归叶末 那是没有看见黄星石的情况下 如果真的出现了黄星石 谁也不敢保证 对方不会起义 毕竟黄星石的等级太高了 如果用黄星石 换取一件下品盗器 叶末是绝对不会干的 见叶末拿起一个玉盒 看都没有看 就收起来了 三人都愣了一下 不过这是之前说好的 谁也不好意思 让叶末拿出来看看 他得到的是什么东西 接下来的灵石 矿石还有一些其余的灵碎 叶末都只是要了一成 对他来说 得到了黄星石就已经满意了 东西分完了 只有几枚振器丢在一边 叶末却走过去 将它下品灵器丹炉拿起来 然后看了看药材的成分 又闻了闻里面的药材味道 这才收了起来 一件下品灵器丹炉 几人都没有看中 所以叶末收起来 也没有人出来说话 叶末此行圆满 直接抱权说道 这次合作我很满意 我就此告辞 即位以后有缘再见 见叶末要走 博荣的脸色却有些难看起来 他忽然开口问道 叶兄 不知道你刚才得到的玉盒里面 是什么东西 第1015章 玉盒引起的冲突 听到博荣的问话 陈玉根和正一刀 都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四人都说 好了可以让叶末随意拿一个玉盒的 既然可以让叶末随意拿一个玉盒 那就是说 无论对方的玉盒里面是什么东西 他们也没有权利过问的 可是没有想到 东西分完了 博荣竟然要问叶末那个玉盒里面的东西 这显然不符合之前几人的约定 不过 是人都有私心 陈玉根和正一刀 虽然奇怪博荣为什么这样问 可是却并没有说出来 好像知道陈玉根和正一刀两人 不会提出异议一般 博荣只是盯着叶末 眼里带着一些威胁的意味 叶末淡然一笑说道 刚才我分的东西是最少的 而且我拿玉盒 也是大家同意的 玉盒里面 如果是黄星石 那就是我的运气 如果不是黄星石 算我吃亏 不过 无论玉盒里面是什么东西 又和你有什么关系 博荣黑黑一笑说道 我们一起过来 大家的东西都分在名处 唯有你的玉盒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们也不是要你的玉盒 只是让你拿出来看看而已 叶末冷笑一声说道 那就对不起你了 玉盒现在已经是我的东西 就算是有仙丹 我不愿意拿出来 你又如何 那就由不得你了 原本一直面带微笑的博荣 忽然脸色一沉 手里的树莓正旗 已经被他丢了出去 四人所处的环境转眼一变 就成了一个困杀阵 虽然是一个三级的困杀阵 可是陈玉盒和郑一刀 脸色立即就变了 他们两人看着博荣说道 博兄 你这是干什么 博荣却连忙说道 陈兄 郑兄 你们不用担心 实话和你们说吧 其实我来这里 主要可能就是为了叶末手里的那个玉盒 可是现在玉盒被他拿走了 我当然不甘心 如果两位愿意帮忙 将我的那个玉盒取回来 我愿意送出刚才得到的所有东西 刚才博荣不但得到了一件盗器 而且还分到了五成的零食 还有大量的材料 要知道 五成的零食 可就是一百五十万上品零食啊 对于陈玉盒和郑一刀来说 这已经是一笔财富了 陈玉盒和郑一刀对看了一眼 没有说话 既没有同意 也没有反对 博荣知道 他们已经默认了 立即就寄出一个青铜铃 同时又拿出几枚镇旗 想要速战速决 等等 博兄 郑一刀忽然叫住了博荣 等博荣停下后 他又问道 不知道博兄要找的是什么东西 竟然让博兄连下品刀器 也顾不上 博荣迟疑了一会 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一般 一咬牙说道 是一枚虚落丹 我是得知于白生的隐匿阵法后 这才调查到 他还抢了别人的一枚虚落丹 什么 虚落丹 陈玉根和郑一刀同时惊讶出声 显然被博荣的话惊到了 就是叶末也愣了一下 虚落丹是什么丹药 他当然知道 那是原因修饰晋级虚神用的丹药 可以说 再多的零食 也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东西 博荣竟然说 自己得到的玉盒里面有虚落丹 他可真是能扯啊 叶末虽然不知道 他的玉盒里面除了黄星石外 其余的一样材料是什么 可是他也知道 那绝对不会是虚落丹 听说是虚落丹 陈玉根和郑一刀 两人都不说话了 陈玉根受伤严重 还不怎么有心思 可是郑一刀却有了想法 虚落丹这种东西 就算他现在还是金丹九层 也非常想得到 晋级虚神的丹药 谁不想要 原本他还以为 博荣拿出下品盗器 太过大方了 现在看来 他哪里是大方 实在是小气的 不能再小气了 博荣似乎知道郑一刀所想 他直接说道 我还有办法弄到一颗草环丹 到时候也送给两位 博荣的话 犹如一颗炸弹一般 彻底地让郑一刀 两人倾向了他这边 虽然明知道 只有一颗草环丹 可是作为一个金丹圆满修士 还有什么比草环丹 还吸引人的 虚落丹虽然好 可毕竟 要到原鹰后期才可以用 如果不能晋级原鹰 一切都是空的 而草环丹就不同了 现在就可以吃 马上晋级原鹰的丹药啊 况且 此时博荣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不但用阵法困住了叶末 而且修为比叶末 还要高那么一点点 两人只要不是傻瓜 就知道不应该拒绝博荣的提议 叶末似乎没有看见 陈玉根和正义刀两人 已经寄出了法宝 而是盯着博荣说道 姓博的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应该和那个鱼娘燕 关系非同一般吧 你十几年前来到墨海城 也就是为了寻找 于白生前辈的遗迹而已 我甚至怀疑 与鱼娘燕 就是死在了你的手里 陈兄 郑兄我们没有必要听他的废话 现在就动手 博荣说完 手里的振气又丢了出去 同时 他的青铜铃已经向叶末击来 他根本就不让叶末将话说完 显然叶末说的话他很不喜欢 青铜铃还没有到 就带着一道射人心魄的刺耳声音 就算是身在一边的陈 正两人都不得不运功相抗 叶末总算是明白了 刚才博荣布治好困阵后 还要丢出阵旗的意思了 看样子 他也不是笨人 又在困阵当中 加了一个声音攻击阵法 虽然阵法的等级很低 可是配合青铜铃杀伤力 倒也是更胜一筹 叶末冷笑一声 紫旭已经祭出 同时一刀劈了出去 哐的一声 紫旭和青铜铃撞击在一起 发出更为刺耳的声音 博荣脸色一变 收回青铜铃 就要再次招呼陈玉根和郑一刀 两人动手 可是 不等陈玉根和郑一刀 两人祭出法宝 叶末已经同样取出树莓 震气丢了出去 刚才的困阵突然一变 转眼就将博荣也卷进了阵中 博荣惊骇地看着眼前变化的阵法 甚至忘记了下一次攻击 只是愣愣地看着叶末 呆滞地说道 你 你竟然也是一个阵法师 不 你不是阵法师 你是阵法大师 博荣研究阵法 不是一天两天了 当然知道 一个阵法师 绝对没有办法 短时间内就将他的阵法改变 叶末冷哼一声 你拿出储物戒指里面的东西 却将那些阵旗 按照不同的位置摆放好 就有困住 我们三人的意思了吧 原本准备动手的陈玉根和郑一刀 两人 因为叶末的强势 出手就顿了一下 现在两人听了叶末的话 更是心里一惊 都不自觉地离开博荣远了一些 更没有再出手的任何意思 虽然叶末不介意陈玉根和郑一刀 两人的变化 可是两人不帮博荣 对他来说 不是坏事 你胡说 博荣已经平静下来 他没有想到 叶末扮猪吃虎 竟然还是一个阵法大师 也就是说 自己的做法 都在他的算计当中 他一边想着办法 一边还在考虑 怎么将陈玉根和郑一刀两人 拉到他这边来 叶末冷笑说道 你区区一个三级阵法师 居然对五级阵法这么熟悉 如果不是你很熟悉 于白生前辈的阵法传承 又作何解释 你熟悉这个阵法 还让陈兄受伤 显然是不安好心 而后你又在整理 储物戒指的过程当中 悄悄布置困阵 不是要算计 我们又是如何 陈玉根满嘴苦涩 他已经明白 叶末说的肯定是真的 可是叶末知道 那个阵法有反噬 他同样没有指出来 看样子 自己根本就是 被人看着坑的 你能得到于白生前辈的 阵法传承 又能找到他的遗迹 显然你和于白生前辈 关系非同一般 而你自己也说 是因为于娘艳的关系 才找到这里的 我估计 你应该是 算计了于娘艳吧 叶末冷笑着说道 虽然他估计 薄荣也没有一定要 算计他们的意思 但是薄荣不知好困阵 就是怕万一起了争端 一旦起了争端 他会毫不犹豫地 算计另外三人 哼 血口喷人 我和陈兄 还有郑兄多年的朋友 怎么会算计他们 倒是你 没有出多少利己 反而占据了虚落单 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薄荣看见 叶末不但懂阵法 而且还比他厉害 立即没有在强攻叶末 而是想要继续拉拢 陈玉根和郑一刀两人 叶末根本就懒得 和他解释 手里的子叙再次寄出 这一次 和刚才挡住青铜灵那一招不同 幻云飞玄刀劈出后 飞玄的紫色刀芒 有如一个个漩涡一般 席卷向薄荣 随着叶末的修为越高 他的幻云刀法威力 也是越来越大 薄荣来不及细想 赶紧寄出青铜灵 可是那飞玄刀芒 太过密集了 而且真缘的魂后 和刁钻角度 远远不是薄荣的青铜灵 能挡住的 薄荣心里惊骇 已经明白 他远远不是对方的对手 他根本就来不及细想 随手寄出一张浮露 那浮露只是卷起一道淡淡的绿光 转眼就带着薄荣消失的 无影无踪 空中只剩下一个 还没有带走的青铜灵 第1016章 于白生的遗言 竟然是小挪一符 叶末看见薄荣消失的瞬间 就知道 他没有办法再杀了薄荣 小挪一符 可以瞬间挪一千里之外 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神识范围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再锁定薄荣 小挪一符也是八级俘路 价值非常高 叶末没有想到 薄荣竟然有一张 真是便宜他了 见叶末只是瞬间 就将薄荣打败 陈玉根和正一刀 两人脸色立变 两人等到叶末受了那些震气后 立即对叶末抱全感谢 并且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随即告辞转身就走 叶末没有在意这两人的离开 虽然夏萍到弃他一样 没有得到 但是他感觉一个虚神炼气宗师 不会只有这么点抵御 他快速地离开这里后 第一个拿出来的不是黄星石 而是那个夏萍灵气丹炉 那丹炉他刚得到的时候 就辨认出来了里面的几种药材 分别是薄松果 荣原花 海一藤 窝麻 叶末是一个丹王 对药材比一般的人都精通很多 薄松果 荣原花 只是区区的二级灵草而已 而海一藤也只是三级灵草 就算是窝麻 也不过是四级灵草 一个虚神修士 就算是受伤了 也不可能 只有二级三级的灵草炼丹 更何况 这几种药材 根本就无法形成任何丹药 其药性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毫不相关 这些药材在附近的海岛 都可以采集到 也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 再说了 这几种低级药材 余白生会没有办法完全炼化 而这几种药材名称的第一个字 联合起来 根本就是薄荣害我的阴 薄荣区区一个精丹修士 岂能害到虚神修士的余白生 叶末只是稍微想了想就知道 肯定是因为黄星石 以余白生这种炼器宗师的头脑 怎么可能随意地暴露出 自己买到了黄星石 这不是让他被别人追杀吗 唯一的可能就是 被别人暴露出来的 薄荣能暴露出余白生的事情 显然和余白生关系不浅 薄荣本身资质虽然不错 可还入不了余白生这种天才的眼 更不可能和余白生有什么瓜葛 唯一的可能 就是他攀上了余娘咽鹿子 博荣借助余白生的女儿得到好处 反而来害余白生 叶末对逃走的博荣欲加厌恶 只恨没能杀了他 余白生通过药材提示博荣害他 这个信息很有可能是 留给和博荣一起来的余娘咽的 这就说明了余娘咽对炼丹也精通一二 余娘咽和博荣应该也来过这里 只是余白生想不到的是 余娘咽根本就没有机会 看见他留下来的丹炉 因为再没有进入他的阵法之前 余娘咽就和博荣闹翻了 或者说 因为什么原因识破了博荣 结果很有可能被博荣所杀 唯一让叶末想不通的是 既然余白生能猜测到 博荣和余娘咽会来 为什么还将所有的东西 丢放在储物戒指里面 如果这样的话 就算是余娘咽知道了博荣害的他 余娘咽也没有办法报仇啊 难道他不想给他女儿留一点后路 后路 叶末想到这里 立即就仔细地研究 其手里的丹炉来 这确实是一个下品灵器丹炉 而且做工很粗糙 虽然用料都不错 可是并不是好东西 很快叶末就发现了不对 这个丹炉竟然是第一次炼丹 也就是说 这个丹炉很有可能是 余白生临时炼制的 一个炼器宗师 会炼制出这种粗糙的下品灵器 难道丹炉有问题 想到这里 叶末对自己的猜测 越发有信心起来 他干脆开始拆解这个丹炉 叶末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丹炉根本就是组装起来的 甚至可以说 是用一些普通的配件组成的一个灵器 他几乎没有飞任何手脚 就打开了丹炉 丹炉的里面果然是中空的 一枚玉剪和一个玉盒 躺在丹炉的中空之处 叶末拿起玉剪 心里不由的暗自佩服余白生 不愧是炼器宗师啊 既然能让一些配件组装在一起 也可以成为灵器 简直就是天才 而且余白生对人性的把握 也非常到位 他身上是下品盗器护甲 手里是储物戒指 只有傻瓜才会注意 地上翻倒的粗糙丹炉 如果还有人会注意他的丹炉 那除了看出一些问题的 就只有他的女儿了 叶末是看出了丹炉的问题 才收起来的 而他的女儿 看见了父亲的东西 倒在地上 肯定会扶起来 收回自己的戒指 于白生连这个都想到了 显然是将复仇的希望 放在自己的女儿身上 叶末拿起玉剪看了看 玉剪果然是于白生留下来的 两眼 玉剪 你自己看完 不要给任何人看 不要有任何的动容 你记住 为父是被你身边的那个薄荣所害 此人人面兽心 他接近你 很有可能就是冲着我瑜伽的苦竹 叶末看到这里 浑身都激动地颤抖起来 苦竹是什么东西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叶末却通过误了解了这种东西 应该说是一大灵根 传说中的灵物 相传坐在苦竹下修炼 可以清心明目 不受心魔干扰 修炼者都知道 修为越高心魔干扰就越大 特别是在肚结的时候 心魔更是无法阻挡的东西 如果没有心魔干扰 那简直就是想修炼到什么程度 就修炼到什么程度 而叶末更知道 那只是苦竹的一个作用而已 苦竹更大的作用就是炼气 听说就是让一个不懂炼气的人 用苦竹炼气 也可以炼制出来倒气 虽然是听说 可是也表明 苦竹绝对是修真界最逆天的天地灵物之一了 甚至比仙圈花和九彩莲还逆天 于白生竟然有苦竹 自己怎么没有发现 叶末来不及地看了下去 他告诉为父黄星石的事情 为父去拍卖行后 他又将为父得到黄星石的消息 告诉了安北三摩 为父被安北三摩暗算 可见此人心机之身 如果为父几十年后 没有出来找你 他必定要蛊惑你 寻找为父的陨落的地方 如果此人在你身边 你不要动声色 旁边玉盒里面有两枚暴音珠 足以杀他 叶末打开了旁边的玉盒 果然发现里面是两枚暴音珠 将两枚暴音珠收进自己的戒指 叶末才继续往下看 博荣此人既然能接近你 还能将消息传递给安北三摩 显然和安北三摩关系非同一般 如果你不能杀了他 需要尽快离开此人 叶末在意的是苦竹的下落 可是马上就要看完了 于白生却没有再提到苦竹 心里不由着急 如果你不是我女娘焉 而是博荣那狗贼 算我没说 如果你是另外一个有缘人 那你能找到这里 可能我女已经被博荣那狗贼害了 我于白生英雄一生 被一小人暗害 死不瞑目 无论你是谁 只要你能帮助我 杀了博荣和安北三摩 我于白生必有后报 安北三摩被我用弑魂阵法所伤 必定会寻觅此类丹药疗伤 可由此查访 于白生诀别 叶末看到这里大肆失望 没有再提到苦竹 不过留下了一个后报 这个后报能不能得到还是一回事 毕竟于白生已经死了多年了 但是无论能不能得到 想要于白生的后报 就必须要斩杀博荣和安北三摩 想到这里 叶末再次回到了原来于白生的那个洞府 因为叶末知道 就算是他杀了博荣等人 要苦竹的报酬 还是要找到于白生 虽然于白生只是一具尸体 谁知道他有没有留下什么后手 一个虚神修士留下来的后手 叶末自负 他还看不出来 叶末收起于白生的尸体 又找了一处偏僻的海岛 帮助于白生挖了一个洞府 这才用防御阵法和隐秘阵法 将洞府隐藏住 他决定 以后如果有机会杀了博荣几人 还要来看看这个后报是不是真的 被弑魂阵法所伤 叶末当然知道 修复神魂的丹药极其稀少 他的副神丹就是其中一种 知神丹虽然也可以修复神魂和神识 可是档次毕竟低了不少 对于斩杀博荣 叶末是没有丝毫压力的 如此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渣 杀就杀了 叶末都不用想 博荣修炼的资源和阵法水平 都是于白生交的 估计那个鱼娘艳很丑 不然的话 他怎么能看得上博荣这长相也很一般的家伙 虽然没有得到苦竹 可是叶末也算是小发了一笔 不但得到了最想要的黄星石 而且还得到了两颗暴鹰珠 至于去猎取九族海蛇 根本就被叶末选择性地忘记了 他相信以他的修为 想要在金丹市民碑上留下一个名字 应该还是不费什么力气的 几天后 叶末再次回到了墨海城 他刚想找一个客栈休息一下 就听见两名从他身边经过的修饰议论道 冯丹师的炼丹水平 真是没有话说 这次竟然帮我炼制了六枚上品名币丹 是啊 如果他不要九族海蛇内丹作为报酬的话 我估计 他的生意在南安城会更好一些 另外一名修士感叹了一句 九族海蛇内丹 冯丹师 叶末忽然想起了 博荣对他说的那个 炼制谈话丹的冯老师来 难道他们说的这个丹师 就是冯老师不成 叶末抬头果然看见 看一个老师丹格的牌子 第1017章冯老师的秘密 博荣说他和冯老师关系不错 不知道冯老师能不能知道他的情况 想到这里 叶末直接走进了老师丹格 叶末进了这家店后 才发现里面有些昏暗 竟然连一个窗户都没有 店里没有任何伙计 只有一名50多岁的男子 坐在柜台边 似乎在修炼 又似乎在研究 面前的几株药材 这男子看起来有些面老 清单九层后期的修为 叶末一看见他就想起了 当初的那个沸刺浆 可以说这个男子面箱看起来比沸刺浆 还要老实憨厚三分 如果他就是冯老师 那真是人如其名了 请问你就是冯丹师 叶末见那男子 似乎并没有主动说话的意思 只好问了一句 那男子看了叶末一眼 忽然站了起来 有些拘谨地说道 是的 我是冯老师 请问您是要炼丹 还是要购买丹药 叶末这才发现 这个店里面还有许多的药价 各种丹药琳琅满目 大都是一些筑机修饰 和金丹修饰的丹药 炼器修饰的丹药也有一些 但是金丹之上 修饰的丹药是一样没有 叶末微微一笑 难怪这个人叫冯老师 他难道每次见到别人来 都会这样拘谨吗 金丹九层的修为倒是不稀奇 可是他是一个八品的灵丹师 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我有一个朋友介绍 我来你这里炼丹 可是我也不知道 你能炼制什么丹药 但是我那个朋友说你很不错 极力推荐我来 他叫柏蓉 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叶末随意又有些小心地问道 冯丹师脸上现出一些茫然 过了片刻才愣愣地说道 柏蓉 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啊 没听说过 叶末也有些奇怪了 修真者和普通人不同的是 他们有神识 记忆力很强悍 一般的 只要见过一面的 都很难忘记 而平老师既然说没有听过柏蓉 是柏蓉说谎 还是很老实说谎 不过叶末并没有纠结这件事 他立即就转移了话题 是这样的 冯丹师 我想要请你炼制一枚昙花丹 叶末的话戛然而止 他看见了冯老师面前的两株药材 那竟然是一株严神草 和一株鬼面菇 严神草和一株鬼面菇 都是对神魂神石有好处的药材 更可以入单 鬼面菇极其稀少 所以很珍贵 更主要的是 鬼面菇是六级药材 六级药材不要问叶末 也知道珍贵无比 鬼面菇叶末有几株 都是在沙原药谷里面得到的 他没有想到 冯老师面前竟然随意地丢着一株鬼面菇 一个八品灵丹师 有六级药材不稀奇 可是有鬼面菇 却让叶末心里多了一些古怪 严神草和一株鬼面菇 虽然都是修复神魂的药材 但一个是活属性的药材 一个是阴属性的药材 如果要入单的话 就必须要加入水属性的药材 九族海蛇 叶末忽然想起了冯老师的怪癖 他喜欢收集九族海蛇 九族海蛇正是水属性的内丹 用来炼丹说不定比水属性的灵药还要好 叶末有过用蹄花兽内丹炼丹的经历 难道平老师是用九族海蛇来炼丹呢 而且炼制修复神魂的丹药 你要炼制昙花丹 冯老师语气很是真诚 似乎在确认叶末是不是真的要炼制昙花丹 叶末立即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来说道 是的 可是我出海一趟 没有掠取到九族海蛇 所以我想问多附点灵石行不行 冯老师有些疙瘩的脸上堆积了歉意的笑容 对叶末说道 九族海蛇是必须要的 因为我很多的药材都是朋友带过来的 而我朋友养了一个灵兽 就喜欢九族海蛇的内丹 叶末装着思考的样子 看了看冯老师 可是他装着的平静差点又被惊散 这一次叶末是完全看清楚了 眼前的这个冯老师 哪里是什么金丹九层 他根本就是一个虚神修士 如果自己不是修炼三生诀 又对冯老师有了一些怀疑 他根本就看不出来眼前的人竟然是虚神修士 叶末联想到之前余白生留下的遗言 立即就知道这个冯老师 很有可能就是安北三魔之一 这样他炼制修复神魂的丹药 就不言而喻了 此时叶末再也没有刚进来时候的淡定 心里只是暗骂 自己还没有找到薄荣 竟然撞到了安北三魔的手里来了 他不知道应该说是幸运还是倒霉 就算是他要找安北三魔 也不是现在啊 至少要等他有人自保的能力后才说吧 此时绝对不能露出任何马脚 一旦被眼前的这个冯老师发现自己的不对 自己很有可能就再也没有办法从这个店里出去 如果这个冯老师真的是安北三魔之一的话 那他肯定认识薄荣 自己在这里问他薄荣的事情 说不定已经被他怀疑了 既然这样 叶末迟疑了一下又说道 我再去深海看看 能不能好运碰到一头九族海蛇 见冯老师点了点头 叶末急忙再次说道 那我先告辞了 找到了九族海蛇再来寻找冯丹师 叶末说完根本就不敢多留 立即就出了老师耽搁 直到他走出很远的时候 心里才渐渐地定了下来 此时他才发现 自己的后背已经湿透了 他很清楚 就算是冯老师在受伤 他一个虚神修士 想要留下自己的性命 那简直是伸伸手的事情 苦逐事好 可也要有命去享受 自己问了冯老师薄荣的事情 而冯老师没有留下他 显然薄荣还没有回到墨海城 如果薄荣回来了 而他猜测的又对的话 自己今天显然就走不掉了 叶末估计自己的飞云船比他的速度快 还有一个就是他受了伤 应该先去疗伤了 幸好自己在外面没有耽搁什么时间 不然的话 回来正好被薄荣和那个冯老师拦住 必须要尽快离开墨海城 想到这里 叶末再也无心去寻找客栈 他需要现在就走 冯老师看着叶末急匆匆走出屋子的背影 皱了皱眉头 忽然喃喃自语了一句 他好像很怕我 而且很紧张的样子 我没有见过他 在墨海城怕我冯老师 嘿嘿 我冯某还是第一次见到 叶末立即赶到了前往南安城的传送镇 可是当他到了传送镇后 才知道传送镇每天只开两个时辰 而今天的传送镇刚刚关闭 要做传送镇 就必须还要等待将近一天的时间 在墨海城等一天 叶末知道 除非他找死 否则的话 就必须立即就走 因为一旦薄荣回来 和冯老师会合的话 他想走也走不掉了 墨海城四面是海 而且前往南安城 必须还要通过官方的运输工具过去 自己可以往什么地方走 好在通往南安城的 除了传送镇外 还有大海船 叶末来到船间运输的地方 恰好赶上了最后一班 两万上品零食的船票不便宜 但是对叶末来说 却不算什么 急切之下 叶末花了两万零食上了船 上了船后 叶末才知道这船上 还有三万零食的贵宾室 不过这些叶末 已经顾不得了 他能上船 已经是幸运了 对于贵宾不贵宾的 根本就没有在意 叶末没有等多久 船就离开了 墨海城的码头 看着船离开 叶末才松了口气 总算是出了墨海城了 只要到了南安城 他就不惧冯老师了 而且他相信 冯老师自己隐秘修为 躲在一个墨海城偏僻的地方炼丹 肯定不敢公开在南安城露面 至于博容 叶末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从墨海城坐船到南安城 需要六天的时间 叶末却没有浪费 他开始用清运丹 冲击金丹九层圆满 等到了南安城后 叶末估计 他也晋级金丹圆满了 然后去南安城市民碑 留下自己的名字 在等候洛颖等人的消息 叶末一直使用天花丹修炼 而且中间 也用了一下清运丹 修炼速度绝对不慢 可以说因为天花丹 他在金丹七修炼的速度 甚至比那些天才中的天才 还要快上许多 现在叶末单独用清运丹修炼 哪怕是特等的清运丹 叶末才知道 这个修炼速度是多慢了 四天时间过去后 他距离金丹圆满 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眼看还有两天 就要到达南安城了 叶末停止了修炼 他打开门 刚想从房间里面 走出来散散心 就听到外面一阵喧哗声音传来 叶末皱眉 心说 难道这几天一直这么热闹 甲板上似乎为了很多的修炼 叶末见状也走了过去 同时 神石也扫了过去 之前他在这船上很小心 一般的情况下 是不用神石随便扫的 不过这里是公开场合 叶末也就没有在意 只是几乎在他神石扫出去的同时 一条带着血的胳膊 就落在了他的面前 第1018章 别秀优越 叶末同时看见了 人群中一名金丹修士 坐在甲板上 没有左臂 另外一名修士 站在距离他数十几外的地方 那站着的修士 头顶有一把飞剑在旋绕 显然刚才就是他斩下 那坐着修士胳膊的 让叶末奇怪的是 被斩断胳膊的修士 是金丹九层 而站在那里飞剑环绕的修士 却只有金丹八层 而且 那飞剑环绕的修士 看起来年纪还不大 一头长发 甚至有些飘逸的味道 更让叶末惊讶的是 那坐着的修士 并不是没有还手之力 只是他低着头 甚至看都不敢看 那站着的修士一眼 似乎那站着的年轻修士 砍掉他的胳膊 是给他面子一般 围观的人稍微让开了一些 加上甲板很大 圈中甚至比几个足球场还大 你 将那断臂捡过来 那站着的年轻修士 看见断臂落在了叶末的面前 立即伸手 一指叶末冷声说道 阵阵杀意 随着他的说话声 散发出来 犹如一把兵剑入体一般 让人很不舒服 所有的人都看向了叶末 又看了看叶末的身后 叶末回头看看 自己出来的地方 是普通舱的通道 心里有些明白 估计这家伙 看见自己从普通舱出来 以为好欺负 所以要立威 不过区区一个金丹八层的家伙 竟然敢在自己这个金丹九层后期的修士身上立威 叶末倒是第一次看见 叶末不想惹事 可是却并不怕事 就算是看见了冯老师他很紧张 可就是冯老师要杀他 他也会反抗一下 更别说区区一个金丹八层的家伙了 如果那家伙不叫 他充其量只是看看热闹而已 叶末捡起了地上的断臂 丢向了那断臂的修士 那断去的胳膊 犹如长了眼睛一般 正好严丝合缝地凑在了 那坐在地上修士的断臂处 那断臂修士没有想到 竟然有人帮他捡回来的断臂 感激地对叶末点了点头 但同时却对叶末露出一个歉意的眼光 然后才拿出数颗丹药吞了下去 又在自己的断臂处 接连施展了几个小法术 他只顾疗伤 却依然不敢看那名年轻的长发修士 那金丹八层的修士没有想到 叶末虽然捡起来了断臂 可是却送给了自己砍断胳膊的人 显然是和他唱对台戏 他的脸色立即就难看起来 你找死 那金丹八层的长发修士 立即就被叶末激怒 头上悬绕的飞剑 发出一声嗡鸣 似乎要责任而示 就在所有的人 都以为有一场热闹可看的时候 船身忽然一震 而且还是剧烈的震动 很快 众人就感觉到 船身有些倾斜了起来 这艘船根本就是巨无霸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移动的陆地 而这种巨无霸 平时在海里行走 也只是偶尔微微震动一下 如此这样倾斜 那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就在众多修士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 一阵尖锐的鸣叫声传来 这种鸣叫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遇见危险了 八级海角角 终于有人发现了问题 虽然不知道 八级海角角 为什么会出现在内海 可是遇见八级的海角角 那根本就是九死一生的事情 再也没有人在甲板上看热闹了 很多人都想冲出海船 自己逃生 可是海船上有防御禁止 那些冲出去的修士 都被禁止给弹了回来 正在这海船乱成一团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蛟龙头颅 从禁止外伸了进来 那船上的禁止 遇见了这个巨大的头颅 就犹如摆设一般 立即破碎不堪 数十名修士 甚至连反应都没有来得及反应 就被巨大的蛟头给吞灭了 禁止破碎 没有修士会留下来 几乎所有的修士都冲出海船 纷纷逃生 叶末当然也不会傻傻地 继续留在甲板上 刚才海角角的硕大头颅 和强悍气息 叶末就知道 这只海角角 就算是要吞灭虚神修士 也是简单而言 按理说 墨海城和南安城之间的海域 不会有什么高级妖兽 可是事实上 是叶末第一次坐船 就遇见了八级的海角角 虽然知道墨海城有城顶修士 沙巴级的海角角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是谁知道 那些城顶修士 什么时候会过来支援 叶末踏着飞云船 冲出海船后 头也不回地 选择了一个方向 急速逃命 好在船上的修士 实在是太多了 那海角角一时半会 还没有办法一网打尽 很多修士都逃了出来 但一些运气不好的修士 都成了海角角的盘中餐 飞出几万里地的时候 叶末松了口气 不过他并没有寻找 去南安城的方向 而是停了下来 然后回头说道 追了这么久 想必你也没有什么耐心 继续追下去了吧 随着叶末的话音落下 一名长发男子 突兀地出现在叶末的身后 然后冷冷地说道 不错 既然能知道我追你 果然有几分打抱不平的底子 只是可惜了 你的胆子虽然不小 运气却不好 叶末站在飞云船上 淡然地说道 你区区一个金丹八层的家伙 竟然敢追我一个 金丹九层的高人 你也很有胆子 哈哈哈哈 那长发修士听见叶末的话 忽然哈哈大笑 甚至无法停止下来 似乎听见了一个 最好笑的笑话 叶末没有说话 只是随意地盯着他 等他继续说话 我区区一个金丹八层的修士 你一个金丹九层的高人 好好好 我田奥峰 还是第一次听人说我一个 区区金丹八层的修士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区区一个金丹九层的修士 敢在我面前自称高人 你有种 很有种 那长发修士 竟然哈哈大笑 可是他的眼里 哪有半分笑意 叶末无语地摇了摇头 突然开口打断田奥峰的话 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别秀你的名字了 我知道你叫田奥峰了 可惜我没有听说过 还有 别秀你的优越性了 我没时间陪你玩 也还要去市民杯广场市民 再说 你不优越点会死吗 很好 你成功挑衅到我了 田奥峰话音未落 已经寄出一把青色的长剑 同一时间 那青色的长剑 已经带着一片青彩的光芒 向叶末笼罩了过来 这不是他刚才用的那把飞剑 叶末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如此窄如此薄的长剑 那青色的长剑寄出后 带起的剑气 犹如一道飓风一般 转眼就将叶末的前后左右 全部封死 就是叶末如此真元修为 也感觉到了一种空间的停顿 不过叶末从来都是 对阵修为比他高的人 对阵比他修为低的人 他还真的没有放在眼里 叶末手一伸 紫绪已经到了他的手中 下一刻 一道淡紫色的刀芒 已经和席卷向他的青色剑气 撞击在了一起 碰 碰 紫青色的剑气和刀芒撞击后 发出剧烈的响声 就连整个空间 都有一种消杀的感觉 瞬间 两人之间就被一片灰茫茫的 真元激荡遮盖 刀器和剑气肆意开来 周围的水花是一片狼藉 带起了无数的水浪扩散开去 叶末暗惊 他还真的小看了这个田奥峰 可以说 这个家伙 是他遇见的金丹修饰当中 最厉害的一个 而他才金丹八层修为 南安州果然底蕴身厚 卧虎藏龙 比北望州要身厚太多了 之前叶末遇见的 最厉害的金丹修饰 应该是那个墨千里 可是当时他的修为 还是金丹中期 如果现在他遇见了墨千里 子序竖刀之间 就可以破去那恶魂丝线 而这个田奥峰 和他对拼了一招 竟然没有落在下风 可见这个金丹八层的田奥峰 显然比墨千里要厉害很多了 嗯 田奥峰见自己的一见对方 竟然挡住了 而且看轻松的样子 似乎是毫不在意的就挡住了 根本就没有用力 他心里也是暗精 什么时候金丹修饰当中 冒出了一个这么厉害的角色了 难道也是大门派的 核心弟子不成 其实他想的还真没错 虽然他第一招和叶末 看起来平分秋色 可是叶末是真心的没有出力 从心里说 叶末确实是小看这个田奥峰了 你是谁 田奥峰没有继续出招 只是盯着叶末 冷声问道 他是雷云宗的天才弟子 金丹四层 就已经进入了金丹名人堂 在市民碑上留下了名字 如今他已经金丹八层了 可以说 南安州比他强的对手 是寥寥无几 有几个都是可以叫得出来名字的 而叶末显然不在 他们几人之内 叶末谈了一下手里的子叙 懒声说道 别废话 要打就打 刚才你的优越性去了哪里 似乎被叶末的话激怒 田奥峰冷哼了一声 一张口 一个青色的圆珠 就被他吐了出来 那圆珠刚出来的时候 还才龙眼大小 可是转眼就变成了拳头大小 而那增大的速度 却越来越快 难道要自爆金丹 不会吧 这还才刚刚开始打呢 那个青色的珠子 也不像金丹啊 叶末刚想到这里 就听见田奥峰大喝一声 零 同时数道法诀打了出来 第1019章 南安城 随即轰轰的声音 从青色珠子里面发出来 犹如雷鸣一般 叶末还没有想通 那个青色的珠子 到底是什么 就看见树道青色的闪雷落了下来 初始还只有筷子粗细 稀稀疏疏 但是没过多久 那闪雷就越来越多 而且也越来越粗 叶末心里已经明白过来 看样子 这个青色的珠子 是一个雷源 被田奥峰祭脸了 这田奥峰显然是修雷系功法的 这个青色雷珠的攻击 简直就犹如一个小雷劫一般 确实是厉害 就算是同样修炼雷系功法的人 遇见了这种闪雷 也只有躲避意图 一旦躲避 那守候在一边的田奥峰 就可以随意地攻击了 同杰修士 他几乎立于不败之地了 叶末有些无语 只能暗叹 这个田奥峰运气真是悲 竟然遇见了自己 他就是寻找雷源寻找不到 导致到现在还不能金丹圆满 这个田奥峰真是好人啊 三生爵运转起来 青色的雷弧打在叶末身上 雷源部分全部被叶末吸收 而叶末迟迟迟无法寸进的修为 再次开始缓慢前进 在一边等着叶末躲避的田奥峰 看见叶末不躲不闪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他知道这个家伙完了 不过等会到要看看他修炼的刀技 那紫色的刀芒 端是厉害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 田奥峰感觉自己真元 都有些吃力的时候 叶末依然毫无动静 他这才知道 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 田奥峰立即就要收起自己的雷源 可是这个时候 叶末却长笑一声 他已经成功晋级金丹圆满了 虽然感激田奥峰 可是叶末手里是不会容情的 你也吃我一刀 紫序再次批出 幻云飞旋刀带起无数漩涡般的刀芒 瞬间就卷住了田奥峰的身体 因为寄出雷源攻击叶末 田奥峰本身真元就已经不足 现在叶末更上层楼 这一刀批出 田奥峰根本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飞旋刀芒撕成碎片 原来刚才他还没有出权力 这才是他的真正修为 可惜 我连逃跑都没有来得及 这是田奥峰临死前最后的一个念头 叶末一团火烧了田奥峰的尸体 手里接住了一个鸡蛋大小的青色珠子 虽然这个珠子 刚才对他攻击了半天 可是叶末依然能感受到 里面强悍的雷源和雷凌力 好东西 叶末想也不想 就将田奥峰的戒指和青色珠子 丢进自己的今夜世界 同时寄出飞云船 快速地离开打斗现场 南安州到处都是狠人 而那个田奥峰年纪轻轻 不但修为很高 而且身手也厉害至极 作非遇见自己 一般的金丹九层修士 早就被他杀了 可见 死人来历肯定不一般 万一被人知道他是自己杀的 那就糟了 雷云踪 一名灰衣老者 忽然长生而起 一声长笑 谁敢杀我弟子 我是要将你包皮练魂 说完这句话 他吐得喷出一口鲜血 显然怒及攻心 什么事情 田师兄 一名面白无须的男子 听到长笑 立即就飞顿了过来 人还没到 声音已经传来 我弟子田奥峰刚才被人杀了 那灰衣老者 一字一句地说道 不等他说完 他的拳头已经再次捏紧 我好恨 啊 那刚进来的白面男子 显然也想不到 竟然是这么严重的事情 他愣了半晌 这才男生说道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杀我雷云踪的天才核心弟子 这白面男子说了这句话后 外面又快速地 飞来了十几道声音 什么 奥峰被杀了 这不可能 谁敢杀奥峰 这刚刚过来的十几名修士 得知事情的原因后 一个个都不敢相信 田奥峰是雷云踪第二号天才弟子 仅次于方种师 根据他的表现 他甚至可以超越方种师 成为雷云踪的第一天才弟子 而现在这个弟子竟然被人杀了 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就算是九星宗门 也没有人敢杀雷云踪的田奥峰吧 查 就算是将南安州翻过来 也要查出来 到底是谁杀了奥峰 一名中年修士 愤怒地吼道 说完后 他又担心地看着那灰衣男子 有些关切地说道 田长老 你劫便在即 此时需要安静下来 你放心 奥峰的事情就是 我雷云踪的事情 就算是我雷云踪 得罪了整个南安州 我也要找出 是谁敢杀奥峰 那白面修士 冷哼一声说道 此人杀了奥峰 他身上肯定有奥峰的青钢雷员 无论他将青钢雷员 收在什么地方 我们也可以找到他 叶末不知道青钢雷员 有什么记号 可是他不是菜鸟 对这些可能暴露 自己身份的东西 从来都不会放在 储物戒指里面 一般的情况下 他都是收在今夜世界里 终于金丹圆满了 叶末感叹一声 只要他在市民碑上 留下名字 他就可以找个地方 晋级原因了 南安城的繁华 让叶末想起了燕京 这里店铺林立 羞逝如马 走在街角的叶末 心里暗赞 难怪是南安州的第一城 原来繁华到这种地步了 联想到岁叶城 叶末已经有些明白 为什么繁华的地方 都是沿海城市了 靠海的地方资源丰富 几乎所有的修士 都喜欢来这里 南安城现在最热的话题 就是几天前 从墨海城到南安城的船 被八级妖兽海角角拦截 死伤无数 叶末听别人的议论才知道 后来还是南安城的城顶修士 前往无星海 当场格杀了八级妖兽海角角 现在南安城正在召集 当时船上幸免于难的修士 只要是当初乘船 事后幸免于难的修士 都可以得到十万上品零食的补偿 听到这些传言 叶末心里更是迫切地 希望自己能加快修炼速度 当初那个海角角如此厉害 一般人看到 根本就无法生起斗志 这么厉害的妖兽 竟然被一名城顶修士灭掉了 可见城顶修士是多么恐怖了 如果有一天 自己落在了城顶修士手里 叶末摇了摇头 他不愿意想下去 落在城顶修士的手里 他再有心机也走不掉 此时叶末忽然有些感激望月宗了 望月宗有劫变修士 如果人家强迫自己 炼制副神丹 根本就不是自己可以抵抗的 修为低了就是蝼蚁啊 叶末感叹一句 忽然加快了脚步 他想先去一家法宝阁 购买一件屏蔽容貌的法宝 南安城说 幸免于难的修士 可以领到十万零食 让叶末起了一丝警惕 他虽然对南安州不熟悉 但也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 不要说十万零食 叶末根本就没有看在眼里 就算是他急切地需要那十万零食 他也不会去领取 而那十万零食的补偿 让叶末多了一丝警惕 他反而想要去购买一个 遮蔽本来相貌的法宝了 到了南安州九便 虽然不会被发现了 可是九便的档次太低了 就算是普通的虚神修士 都可以看出来 叶末没有去最大的法宝阁 他只是找了一个 看起来规模中等的法宝阁 店铺的名字叫有道法宝 这个名字很好理解 就是这里面有道气 但是不是真的有 却没有人去在意 前辈 请问您想要什么 叶末一走进店铺 一名长相清秀的助击少女 就迎了上来 和莫海成一样 都是很热情 叶末点点头说道 我想问问你们这里 有没有屏蔽容貌的法宝 档次要好点的 低于上品灵器 就不用介绍了 听了叶末的话 那清秀少女立即知道 叶末不是一个穷人 更是热情地说道 我们有道法宝 虽然不是南安城最大的法宝店 但是我们的法宝 却是最特别的 相信不会让您失望 您请跟我上楼 跟着那少女来到三楼后 叶末才知道 何州城的仙宝楼 最多只能比得上 人家的一个架子而已 三楼空间硕大 里面摆放灵器的架子 密密麻麻 从下品灵器到极品灵器 更是应有尽有 几名金丹修士 正在导购员的引导下 一个架子一个架子的观看着 叶末没有去寻找 面具类的法宝 而是问了那少女一句 这里有三层 是不是楼上 还有更好的法宝 那少女听了叶末的话 愣了一下 眼里似乎有些许的失望 但还是热情地介绍道 是的 我们有道法宝 一共有五层 一层是法器 二层是材料 三层是灵器 四层是灵宝 或者是古宝之类 五层是道器 前辈 您需要再上去看看吗 叶末听了 立即点头说道 好 就去四层去看看吧 至于道器面具 他虽然很想 可是万一 被修为高深的修士看出来了 他还没有能力保住 灵宝倒是最适合他 如果有好的灵宝 那是最好不过了 灵宝位于灵器和道器之间的一种法宝 差点的 甚至比下品灵器还不如 好的灵宝 甚至可以比你道器 比道器好的灵宝 也不是没有 但是灵宝有一个缺点 就是 无法炼化为自己的东西 要是攻击灵宝 使用起来更费真元 如果用来对敌 显然不如完全炼化的法宝 所以 很少有人使用灵宝 大部分都会使用灵器道器等法宝 而且 灵宝的价格要逼近道器 所以更是没有人买 不能炼化 虽然是弱点 但也是优点 就是拿来就可以用 因为不用炼化 一般的人甚至没有办法辨认 作为内甲和面具 是最好的东西了 第1020章 世民悲心的第一 听到叶末要去楼上看灵宝之内 在三楼的几名金丹修士摇了摇头 有的眼里甚至露出不屑 区区一个金丹九层的修士 竟然想买灵宝 不用去问 显然是为了装逼 陪着几名金丹修士 在三楼看灵器的几名少女 有些同情地看了一眼 和叶末一起的那名少女 显然为她难过 谁让她遇见了一个 喜欢装有钱的修士呢 这种修士虽然少 但是隔三差五的 也能遇见一个 他们在这里当导购员 在生意不忙的时候 也需要排队的 没有导购员喜欢装的修士 那样他们一块零食的提成都没有 偏偏在南安州所有的店隔 顾客就是上帝 就算是明知道顾客是装有钱 四处乱逛 也不买东西 也必须要陪着 那陪着叶末的少女 脸上一直带着微笑 虽然心里也有些失望 可并没有说出来 四楼的东西比三楼少得太多了 甚至连1%都不到 面具类的更少 而四楼叶末一人都没有看见 显然没有人想要买领宝 叶末一进来 就来到了一个外观 看起来几乎是虚无的面具面前 那面具没有丝毫的灵气波动 但是叶末知道这个面具 绝对不同一般 对于领宝来说 灵气波动越少 说明档次越高 那少女见叶末 站在了一个那个薄的 几乎没有的面具面前 赶紧解释道 这个面具叫逆纱 戴上后 就好像和隐匿在沙漠当中的 沙子一般 很难被人发现 是这里面最好的一件隐匿领宝 就算是成品修饰 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价格是336万灵石 如果前辈想要的话 可以将6万灵石去掉 听了这少女的解释 叶末才明白 为什么叫逆纱 而不叫逆纱了 不过336万的灵石 可真贵啊 之前自己听博荣等人说 一件上品灵气20万灵石 还以为这里的法宝价都不贵 可是真要买的时候 还是天价 不过这个东西对自己有用 叶末已经决定 要买下逆纱了 那少女见叶末痴疑了一下 立即开口说道 这旁边的领宝面具 只要52万灵石 叶末伸手拦住了那少女的话 直接说道 不用了 我就要逆纱 你带我去五楼看看 等会我一起给你结账 啊 那少女还没有彻底地反应过来 眼前的这个人 竟然这么有灵石吗 300多万灵石啊 几乎可以购买一件 差点的下品到契了 不过 随即她就欣喜地反应过来 急忙应声道 好的前辈 说完后 她仗红着脸 带着叶末来到了五楼 依然犹如做梦一般 因为她刚来没多久 只能接待金丹修士 那些原因修士 甚至虚神 或者更高级的修士 都有一些老员工去接待了 金丹修士近来购买的都是灵器 基本上都是百万之内 偶尔超过百万 也不会有多少 所以 老购源的提成也少 那少女没有想到 今天轮到她的时候 竟然接了个金主 她想到提成 想不激动都不行 千分之一的提成 对她一个助基修士来说 已经是一笔横财了 3000多上品零食啊 别看她开口 就去了叶末的那六万零食 那根本就是早有规定的 任何一个导购源都可以去掉 五楼的架子也不多 叶末竖了一下 里面的盗器加起来 也不会超过一百件 不过一百件盗器 对一个法宝店来说 已经是非常的多了 只是这里面的盗器 大多是下品盗器 只偶尔有一两件中品盗器 叶末对那些攻击盗器 没有什么兴趣 她的子序 已经让她很满意了 更何况 这里面还有几名原音修士 在看到器 叶末就算是有钱 也不敢购买 那几名原音修士 看见叶末进来后 只是扫了叶末一眼 就没有再看她 叶末摇了摇头 刚想离开这里 却看见了 靠近门边的一件护甲 那一直陪着叶末的少女 已经知道叶末有钱了 现在见叶末 在一件护甲面前停留 立即说道 前辈 这是一件半道器护甲 炼制出来没有多久 价格是165万上品零食 不过就算是半道器 也是没有优惠的 还不是倒器 只是一件半道器护甲 就要165万零食 叶末想到 当初陈玉根得到的 倒器护甲 心说 如果泄露出去 就是几个陈玉根 也保不住那件倒器护甲 前辈 那少女见叶末又不说话 只好再问了一句 叶末点了点头说道 好 就这件了 这里是零食 多得给你做小费 那少女借过叶末 递给她的储物袋 用神石查看了好一会 才确定里面是500万零食 顿时激动的手都抖了 她今天不但做了500万的生意 而且还得到了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小费 5万零食啊 看样子 以后不用来当导购员了 只要一心修炼就好 拿到了逆纱和半道器护甲后 叶末第一时间 就是找了个偏僻的地方 炼化了护甲穿在了身上 然后戴上了逆纱 这300万零食花的不冤 叶末有些满意地自语了一句 逆纱戴在脸上 就好像没有带任何东西一般 可是她的气息和容貌都变了 完全没有了当初的影子 是该去市民碑广场了 叶末想到这里 也不愿意担个时间 立即就起身前往南安城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南安市民碑广场 南安市民碑广场 叶末已经打听了很清楚 没有人市民的时候 这里并不是多热闹 但是 一旦有人市民的时候 这里就是南安城最热闹的地方 哪怕只有一个名不经传的人来市民 这里也是很热闹 叶末打算 趁没人的时候来市民 一旦她的名字出现在金丹市民碑上后 她就找地方去晋级园英 然后再回来 偷偷等候洛颖等人的消息 如果不是为了让自己出名 让洛颖和清雪知道自己 已经来了南安城 叶末根本就没有 想过来这里市民 更不会再得罪了薄荣和安北三魔后 还来市民 让叶末没有想到的是 她来的时候 整个市民碑广场 竟然已经挤满了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叶末刚想找一个人问问 就听见旁边有人议论道 萧公子这次不知道能不能超过方种师啊 很难 方种师是雷云宗的天才 资质不下于袁公子 萧公子想要超过他 还真不是一般的难 那也不一定 半年前方公子在市民碑上留下名字的时候 萧公子也在 当时他并没有去市民碑留名 既然现在才来 想必是有了胜过方种师的把握 叶末几到了议论的修士旁边 仔细听他们的议论 他不认识什么萧公子 同样也不知道谁是方种师 只能旁听 他怕自己万一问了什么奇怪的话 立即就变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听了半天后 叶末才明白过来 原来萧公子是金剑门的萧妃 南安金丹名人堂的第二名 而方种师是南安金丹名人堂的第一 也是金丹使民碑的第十一 萧妃还有一个妹妹叫萧诗英 是南安使美之一 对那个萧诗英 叶末倒是听说过 但是萧妃她 却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 既然是南安金丹名人堂的第二 显然也不是一个简单之辈 同时叶末也知道了 方种师虽然是第十一 其实也等于第一 因为前面的十人都已经失踪很久了 说不定都已经死了 叶末也看向了 站在金丹使民碑前面的那名修士 一身金色的修士服 整个人平静地犹如一潭清水一般 动也不动 很多人甚至会生出一种错觉 那个金丹人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一般 但是揉揉眼睛看看 他好像又一直站在那里没有动 叶末点点头 此人显然比自己之前杀掉的那个田奥峰 还要厉害一筹 救走别人还在议论的时候 萧飞的身上忽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 衣服和头发更是无风自动 周围议论的声音立即停了下来 所有的人都知道 萧飞要市民了 果然 随着那强大的气势之后 金丹市民碑下金色的身影冲天而起 犹如一个展翅的大棚一般 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很快 可是事实上那速度却并不是很快 好像有什么力量压制住他一般 就算是这样 那身影还是一直到接近七丈高的地方 才停了下来 然后伸出手迅速地在市民碑上 写下萧飞两个大字 萧飞两个字刚被写出来 就带着一丝淡金色的光芒 渗入市民碑 然后消失不见 那金色的身影此刻 才缓缓地落了下来 市民碑广场上一片寂静 都在等着金丹市民碑上 出现萧飞的名字 几乎在萧飞落下来的同时 金丹市民碑上 就出现了萧飞的名字 赫然是第十一名 而原先占据第十一的方种师 现在已经被挤到了萧飞的下面 短暂的寂静后 广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萧公子超越了金丹名人堂 第一的方种师 已经在市民碑的第十一了 已经是新的第一了 果然 萧飞是有把握而来 真没有想到 他竟然在半年时间 就超越了方种师